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些人在调整完了以后 看上去会比较失败 是因为它违反了最基本的明暗的规律 尽管技术上是可以达到这一点的 但是在视觉上 它必必是合适的 在这一张调整上 我的基本的思路就是 我要改变它的基本色温 让它呈现出傍晚的时候 阳光所带的那种暖衣 然后会改变整个画面的明暗的结构 让比较亮的区域呈现在以地平线为主的周边 这是在列车上拍摄的日本的一个海岸线上的景观 在调整的时候 亮度 色彩 二者之间都是融为一体的来进行调整 我首先会控制一下天空部分的亮度 因为现在的天空显得比较无趣 里边缺乏细节 从亮度来说 我可以去压抑一下天空的上半部分的亮度 同时减低一下它的对比度 让这个过渡带变得比较柔和一些 提高清晰度是为了让里边的云层部分有可能会呈现出更多的细节来 趋朦胧的功能也可以达到这一点 大家现在可以看到 我把趋朦胧的功能提高了以后 阳光从上边照下来的这种纹理若一若现就开始出现了 这是原来你看不到的部分 与之相对应的 我会在底下的水面部分增加一个滤镜来控制水面部分的亮度 也是为了让整个的画面的视觉中心基本上以地平线的周边呈现出来 但是我不想在细节上做出太多的让步 我也会增加一点去朦胧 让水面的这些纹理比较清晰地表现出来 这样的话 它还是比较具有合理性的 从亮度上看 有的时候如果你要是看不清 你可以把它暂时转换为黑白作品来观察它 在这个上面如果没什么太大的问题的上 我们可以继续在彩色的这个环节里进行调整 我可以增加这个色温 让它偏向于暖色调 色调也可以往暖色调来调整 然后呢 提高亮度 当提高亮度的时候 颜色呢 相对来说就会变得更加的鲜艳和明显 当然你也可以用彩用提高这个鲜艳度的方式 来使颜色呈现得更好一些 增加对比度也可以相对的来说产生类似的效果 这时候你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调整的结果 呈现出这个样子 但是画面中心的还缺少一点东西 缺少什么东西呢 缺少高光的部分 整体画面呢 虽然亮度集中在水平面附近 如果阳光透过云层照在海面上 海面上是应该有高光区呈现的 那在这时候 我为了增加这个画面的戏剧性 我可以使用镜像滤镜 在这个海面部分增加一个区域 这个区域呢 会有比较高的亮度呈现出来 它的亮度呢 甚至比周围的地区要更亮 我们可以看到 这样的话 亮度的层次从暗到明就展现出来了 好 你看 我增加了 我用这个镜像滤镜在中间增加的这一个亮度区域 在海面上呢 就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 像是阳光投射的地带 这样的处理呢 为这个画面提供了 从明到暗之间的这种丰富的亮度过度 而在色彩上呢 我使用白平衡的再调整 让整个画面呈现出一种暖意 我们对比一下圆图 再看一下我们现在处理以后的样子 你就可以看到它们之间的差距了 所以有的时候 即使在原片拍摄的时候 没有获得比较理想的明暗效果和光线的时候 依旧可以通过我们的后期这个手段 来使画面中这种特征得以改善和加强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